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数台湾人一样 希望两岸关系维持现状 我一向反对台独 我支持九二共识 我支持一中原则 显然徐旭东在书成 对 那这个在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 尤其只要是跟在大陆投资 然后跟利盈有金钱关系的 到后来不得不一定要登报道歉 登报声明 登报表白 那这一次的表白很简单 第一个 反对台独 第二个 支持九二共识 第三个 希望维持两岸的现状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 它这一次是把大陆是把它当作 那一只杀鸡井猴的鸡 但是对亚中集团来讲 其实它因为这样的一个涉入政治 也不是第一次 在过去台湾也很多类似的一个事件 比如说2017年 2017年雅尼它不是在新城山那边的一个矿产 它矿产的采矿权 那时候要出来延期 延了20年 从2017年到2037 那原住民的那些族群就抗议 就采取一个行政诉讼 结果判它输了 那这个件事其实对它来讲 打击其实也满大的 后来就整个它的展联的一个权益就撤销了 再来2004年我想你们有开车的人都知道 高速公路ETC的案子 那这个案子是整个建制以后到2006年才开始正式 大家才发现 原来还是用旧的那个扁红外线 而且你还要再买一个接收器 很大的盒子 五百块弄在前面对不对 大家开始骂了 你骂什么骂 你要买就买啊 不买不要买啊 然后有人买了说 我要退 要退就退啊 赶快退啊 结果所有的就抵制退货 好我们来看 当时徐旭东怎么说 他说要退就退 引发了一波的退际潮 我们应该要带着一种 怎么讲啊 光荣高兴的事情 有些小毛病刚刚一开出来 难免有 以比例讲的话呢 不大嘛 太小了 百分之几 千分之几 你一天一千多万两车程 在这样子走 五百七十万部车子 一次来 他退了以后 我请问他怎么上高速公路 不过自由世界 你喜欢退你就退 但是你以后上去怎么办 Please 同情我一下好不好 我们花这么大功夫 来做成全世界第一个继承的 OK 好不好 给我一点同情心 帮帮我忙吧 其实徐旭东卷入政治风暴 最大的案子是搜狗案 对 那2006年的一个搜狗案 最主要的 其实它是因为 亲自拿着诺木克 到那个官邸里面 跟第一夫人吴时珍简报 搜狗 那这个还没事 后来是因为吴时珍 把搜狗的礼券拿来广化以后 结果迁入到扁岸 这事情大条了 那真的是木的 全台湾都知道了 这没办 他赶快拿了八亿 他直接把收购在 富邦银行的一个债权 把它买起来以后 又增资二十八亿 增资哪一家 收购的控股公司叫泰流公司 结果增资以后 他李恒隆本来是大股东 他就变稀释了 李恒隆就告他 张明强也告他 这官司缠身 搞得乱七八糟 不过后来他还是过关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远东集团 从他爸爸开始 他们是上海人的第二代 那爸爸来台湾的时候 他做了两个 他是上海方嘛 对 两个大事业 一个就是纺织嘛 一个就是水泥 这两个都特许行业 纺织你要配合要扩大 那你水泥一定要特许啊 你知道本来谁也想做水泥 你知道吗 王永庆 结果不准 所以你能够拿到 这么多特许行业 就代表你的人脉很好嘛 对 因为你特许行业 你没有人脉造你 特许你没有人脉不可能 不可能嘛 所以他后来做电信啊 做金融 也是特许行业嘛 陈锋 要到陈锋成绩的人脉 对 那他的人脉 关键人脉呢 其实有几个 第一个关键人脉 就是陈长文 那陈长文这个 在过去都知道 他是理事的首长 这个马英九时代的一个国师 他也是红十字会的慈善家 有这三个身份 不得了了 他是雅妮的董事 所以很多的事情 他关关难过关关过 其实都是陈长文帮他的 那2006年因为ETC案 他就搞的这个满头包嘛 对 结果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 就在座的他就在抱怨 那在座有一个台北市长马英九 他就跟他讲说 你把BOT案想得太浪漫了 如果以后你来台北市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事啦 结果2008年马英九在竞选的时候 他用三十家公司 然后捐了三千多万给马英九 所以他跟马英九的关系不错 当然这中间陈长文扮演重要的角色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跟历任的经济部长 关系都非常好 而且民进党 国民党都一样 民进党的陈瑞隆 他后来卸任以后亚洲董事 国民党的王志刚 卸任以后到袁智当教授 只是唯一一个对国民党的施言祥 不假辞涉 那为什么呢 因为曾经在这个任内 施言祥任内 他远东集团有一个伪造文书案 差一点动摇到公司的一个领导 那后来他曾经两三次到经济部 施言祥都不见他 结果不见他以后 他就曾经为了这个 骂了经济部骂了15次 15次 施言祥卸任以后 有一次在公众长和两个人同台 他就说施言祥这个人 当经济部长说的比做的还多 如果在经济部长里面 我打分析的话 他应该是ABC的西 给他打到C啊 那真的很难看 徐薛东不止中央的关系好 地方的关系也蛮好 当然 尤其是他在板桥地区 就以前的台北县 他是大地主 所以他那边有一家百货公司 而且大圆百 你跟首长不好你怎么混 那他原来在 因为我家就在远东纺组织的隔壁 我原来的台北的家 那旁边就是亚东 亚东这个技术学院 亚东工专 亚东技术学院就亚东工专 后来他就把那一块地 变更地木以后 去盖了一个远洋家中 九栋的高部长远洞车 是非常有正义的 但是后来很多人 告… 但是我跟你讲 所有的新北市台北县的县长 我跟你讲 没有一个人对这件事 敢把它撤销 他说目前来讲 找不到撤销的理由 好 所以很多人的关心 继续续动之后 下一个被开刀的会是谁呢 节目的最后 我们要特别更正 我们在节目当中 针对光阳科的竞益权之争 我们的来宾蔡玉珍曾经谈到 她说在黄金盗卖事件的 那个时候 是在2015年发生的 她说那个时候的 总经理是马监勇 这是蔡玉珍 我们的来宾蔡玉珍 在节目当中所做的指控 不过经过查证之后 我们确定 光阳科盗卖黄金 那个案在发生的当时 其实董事长 兼总经理是陈李鹤 那显然蔡玉珍 在资讯的掌握上 有部分的疏漏 我们特此更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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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